这几天的相会是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香格里拉对话会首创于2002年 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 新加坡国防部提供支持的地区安全多边论坛 因为每年5月底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而得名 简称相会 2020年和2021年因为新冠疫情暂时取消 2022年复办 今年已经是第二十届 据主办方介绍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名国防及安全机构代表 来参加了本届相会 其中既有官方人士也有非官方的专家学者 根据相会传统 开幕晚宴通常都会邀请到一个亚太地区国家的现任最高领导人 来进行主旨演讲 今年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随后的两天举行了七场全体大会 两场部长级圆桌会议和六场特别论坛 6月4号上午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 在相会上发表题为 中国的新安全倡议的演讲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 立场与态度是他演讲的重要内容之一 那么在台湾问题上 李尚福的演讲有以下三个要点 一是原则立场的重申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 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怎么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政治前提 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二是台海乱源的厘清 点出民进党当局斜扬谋独 外部势力以台制华干涉中国内政 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也是改变台海现状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三是态度决心的重申 强调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强调中国大陆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警告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迟疑 不畏惧任何对手 不管付出多大代价 都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任何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 都是荒谬和危险的 当然李防长的演讲题目呢 是中国的新安全倡议 这也是他第一次面向国际社会 全面且深入系统的阐述了 中国的全球安全倡议 把中国提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运用到世界安全领域 在现场的多位中国代表团的军方专家都表示 李尚服防长的发言意义重大 事宜解惑 站位高 格局广 讲话是成功的 精彩的 圆满的